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警方在湖边的树林中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 从身上的伤痕来看 她明显遭到了凶手的侵害 女孩的父亲得知真相后悲痛欲绝 她仅仅离开了一个小时 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但后悔不能解决问题 她必须要找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一场持续三年的追凶行动 就此拉开许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法国悬疑片 复合调查 主人公理查德是当地的一名警察 妻子是麻醉师 因为工作都比较忙 平时没少冷落女儿 这天是周末 难得有了空闲时间的妇女俩 准备去公园骑单车 但就在这个时候 理查德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他们抓到了一名毒贩 不过对方却坚称是理查德的线人 同事希望他到警局了解一下情况 听到父亲要去工作 女儿瞬间火冒三丈 因为这就意味着好好地游玩计划又泡汤了 不过理查德却承诺他 最多一个小时自己就会回来 父亲离开后 女儿用聊天软件跟小伙伴吐槽了起来 对方约他出来见个面 反正父亲还要很久才回来 女孩没有多想骑上自行车就去赴约了 另一遍 理查德顺利将线人保释了出来 不过当他回到家之后 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他还以为 女儿又跟小伙伴出去玩了 所以就没有太在意 没过多久 行政科的同事打了电话 他们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理查德立刻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正是自己的女儿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小时之前女儿还好好的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经过调查 警方在女孩身上发现了润滑剂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DNA 凶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据约他出来的小伙伴表示 俩人确实见了一面 不过发生争吵之后 女孩就离开了 他根本不知道 女孩是如何遇害的 警方对这起案件非常重视 他们几乎派出了所有警力 全程搜捕凶手 几天之后 他们还真抓到了一个叫 丹尼尔的嫌疑人 起初丹尼尔居不认罪 但在警方的严密审讯之下 他还是供述出了一些 只有凶手才可能知道的细节 本因为这起案件可以盖棺定论了 没想到一年之后 丹尼尔的代理律师 居然向法庭提出申诉 他表示 当初向警方做出的供述 全是刑循逮够 并且截止到目前 警方也没有拿出任何能证明 丹尼尔有罪的证据 整个调查过程非常仓促 最重要的是 调查人员全是被害人父亲的同事 难免有寻思舞弊的嫌疑 律师做出了如此多的贬护 为的就是博取陪审团的信任 毕竟陪审团的意见才是判决的关键 但这起案件太恶劣了 丹尼尔又是唯一的嫌疑人 最终陪审团判定丹尼尔有罪 因为法国没有死刑 所以丹尼尔只被判处了 三十年有期徒刑 入狱之后 丹尼尔开始写信 他把写好的第一封信 塞进了亮衣杆州 然后又给理查德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语气非常平和 他能理解理查德失去孩子的痛苦 但也希望 他能稍微抑制心中的愤怒 因为自己并不是杀害他女儿的凶少 自己不怕被冤枉 只是不能忍受真凶逍遥法外 看到这里的理查德再次崩溃 他无法接受失去女儿 更无法接受杀害女儿的凶手 却然还在向自己狡辩 转眼时间又过了一年 理查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偶然听到了一条广播 波多尔警方抓获了一名连环杀人犯 他从二十岁就开始专挑年幼的孩子下手 这条新闻对理查德非常重要 难道杀害女儿的凶手真的另有其人吗 画面来到千玉 狱警给丹尼尔带来一封情书 虽然他人在服刑 但追求者们却络绎不绝 更有甚者还愿意等他出狱 狱警不禁对丹尼尔嗤之以鼻 只要长得帅 哪怕是混蛋都会有人喜欢 另一边 理查德开始向上级申请调查那名连环杀人犯 上级知道管不住他 便同意了他的申请 但这起案件不属于他们辖去 他在做什么决定之前 一定要征得自己的允许 当天下午 理查德找上了波尔多警局的秃头警察 两人是好朋友 当得知理查德的来以吃后 便帮他调阅了案件的相关资料 连环杀人犯名叫阿曼 因为患有记忆缺陷 他经常把曾经犯过的案子寄换 理查德带着这个线索找上了上司 不久之前 警方在野外发现了一具被害者的尸体 阿曼在供述这起案件的时候 提到了自行车和湖泊 但死者被发现的位置是一片荒野 被害者也是徒步前往的 最重要的是 阿曼有一个堂姐 理查德女儿被害的地方 就在堂姐家附近 而且女儿当天是骑自行车出门的 死亡地点也是无边 所以理查德推测 阿曼很可能才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理查德找上了阿曼的堂姐 她想知道女儿遇害的时候 阿曼有没有来过这里 堂姐从橱柜里拿出一些缴费单 弟弟每次来看病 都是自己帮她约医生 缴费单上的日期 应该就是她来过这里的时间 理查德接过账单看了一眼 发现 女儿遇害的时间 就在账单日期的前一天 理查德立刻给秃头同事打去电话 让她指派一名检察官 去跟阿曼聊聊 自己有一种直觉 阿曼绝对跟这起案件 脱不开关系 另一遍 丹尼尔仍然坚持 给理查德写信 她的信中充满了真诚 虽然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她从来没有抱怨 甚至还为死去的女孩祈祷 最近这段时间 阿曼的嫌疑越来越大 理查德对丹尼尔的态度 也开始改观 她没有把信扔掉 而是瞒着棋子 锁在了抽屉里 第二天 检察官在律师的监护下 对阿曼进行了问话 2003年6月份 阿曼在附近的工地 做修路工 根据当时的工作记录 21号上午11点左右 阿曼开车去了 当地的垃圾厂焚烧材料 儿童往垃圾厂的路 是穿过树林的 检察官拿出 理查德女儿的照片 她的遇害时间 跟阿曼去树林的时间差不多 检察官想让她确认一下 这个女孩是不是被她杀死的 阿曼将照片扔在桌子上 她根本就没见过这个女孩 虽然自己杀过很多人 但他们也不能把所有罪名 都扣在自己头上 另一遍 理查德驾车来到了 女儿被害的树林 一方面是来怀念女儿 另一方面是想获得 一些跟案件有关的线索 就在这个时候 她身后突然出现一阵响动 理查德立刻起身查看 发现有名男子 正鬼鬼祟祟地躲在草丛中 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之后 男子头也不回地就向远处跑去 理查德怎么可能给她逃走的机会 冲上去就将她扑倒在地了 她偷偷摸摸地躲在树林中 到底抑郁何为呢 男子被理查德的行为吓坏了 他表示这里经常有小情侣来约会 自己只是来偷窥的而已 理查德询问她偷窥多久了 两年前是不是也来过这里 男子急忙回答 自己半年前才搬过来 女儿是两年前遇害的 而她半年前才搬过来 明显不是凶手 回家之后 理查德给丹尼尔回了一封信 他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阿曼就是凶手 因为这起案件没有物证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目击证人 如果丹尼尔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就想办法证明给自己看 收到信件的丹尼尔长输一口气 他拿出两年来收到的所有情书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卡丽耶的女子 她对丹尼尔的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丹尼尔带上她寄给自己的十字架 幻想着有一天能出去跟她团聚 画面一转 丹尼尔找来了自己的律师 她给卡丽耶写了一封信 预警会偷看她寄出去的每一封信 平时也就算了 但这次她对卡丽耶有个特殊的请求 她不希望被预警嘲笑 所以才想委托律师帮忙寄出去 律师还以为她要向卡丽耶求婚 于是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画面来到警局 理查德正在向上司汇报自己的调查结果 阿曼犯下的四起杀人案 全都在铁路沿线上 这就说明阿曼一边沿着铁路移动 一边在作案 而女儿遇害的位置恰好也在铁路沿线上 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 女儿应该是第二名受害者 第二天 理查德去拜访了一位医生 他是阿曼的主治医师 理查德想了解一下 阿曼为什么会有杀人的倾向 医生对这个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阿曼小时候经常受到父亲的虐待 只有母亲跟他相依为命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阿曼的性格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从20岁开始杀人 应该也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系 理查德继续询问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阿曼会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吗 医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只是告诉了他一件事 画面来到电视台 理查德想委托朋友发布一条新闻 他可以证实连环杀人犯阿曼 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现在他想通过电视台 号召目击者出来作证 如果事情被证实 那么丹尼尔的案子很大概率会重申 妻子看到这条新闻后大发雷霆 如此重要的事情 自己居然是从电视中听说的 难道丈夫对自己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第二天 上次怒气冲冲地找到理查德 已经宣判的犯人再拉回来重申 请去难道不要颜面的吗 就在两人陷入争执的时候 前台打了电话 有个女人声称可以提供阿曼作案的信息 女人名叫卡丽耶 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警方 征集目击者的新闻 案发那天她亲眼看到阿曼前往了女孩遇害的地方 为了增加正言的可信度 卡丽耶还说出了案件的准确时间 报案人的信息等等 上次询问她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 卡丽耶表示 因为案发不久凶手就被抓到了 她没有理由把阿曼跟这起案子联系到一起 直到她在新闻中看到警方对阿曼的指控 才知道当年的案子确实是阿曼所为 突然冒出来的卡丽耶难免让人心生怀疑 于是理查德跟上司便去调查了她的背景 卡丽耶是一名普通的会计 没有钱科 没有罚款记录 属于典型的良好市民 她根本没有理由撒谎 再加上理查德手中掌握的证据 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重审的条件 回家之后 理查德给丹尼尔写了一封信 他会用尽一切办法 帮丹尼尔申诉 他的目的很明确 找到真相 让女儿安息 第二天 理查德的妻子有个账单要支付 但自己的支票用完了 所以只能来丈夫的房间里翻账 无意中 他看到了抽屉里丹尼尔的来信 这件事让妻子气愤到了极点 丈夫居然背着自己 跟杀害女儿的凶手通信 现在甚至还要把她救出来 妻子实在无法容忍理查德的行为 于是便收拾行李回娘家了 转眼到了开庭的日期 卡利耶最先出庭作证 他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 阿曼前往了案发地 并在法庭上宣示 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紧接着法院又把阿曼请了上来 虽然他否认杀害理查德的女儿 但在众多证据面前 他的辩解却显得那么苍白 最终 陪审团中 只有七人认为丹尼尔有罪 按照当地的法律 至少要八票以上 嫌犯才能被定罪 所以审判长当庭宣布 丹尼尔无罪释放 此时影片的反转才正式开始 在回牢房收拾东西的时候 丹尼尔从晾衣杆中 拿出了他写的第一封信 原来丹尼尔真的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他从20岁就开始作案 理查德女儿已经是他杀害的第三个人了 在预警到来之前 丹尼尔将这封信吞进了肚子里 出狱之后 丹尼尔瞬间成为了焦点人物 甚至还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 当被问到是如何忍受误判的时候 丹尼尔居然大言不惭地说 是因为信仰 一天下午 丹尼尔把卡利耶约了出来 原来卡利耶并不是目击证人 而是丹尼尔故意让他这么说的 警方之所以调查不到 是因为这封信是由律师转交的 而且在通信过程中 卡利耶用的也不是现在的名字 丹尼尔把他约出来 就是想把那些信件销毁掉 虽然卡利耶认为 这是两人爱情的见证 但在丹尼尔看来 这些信件却是他们之间串通的证据 送走卡利耶之后 丹尼尔接到了律师的电话 之前他曾跟律师要过理查德的地址 他表面上是想对理查德表示感谢 实际就是想去炫耀自己的胜利 当天晚上丹尼尔登门拜访 再过几天自己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临走之前 他想来祭奠一下理查德的女儿 理查德给他倒了一杯酒 然后便把他带到了女儿的房间 不过丹尼尔刚走进去 就头脑发晕地倒在了地上 原来理查德偷偷在他的酒里 加了麻醉剂 画面一转 丹尼尔被五花大棒 带到了他当初行凶的树林 原来理查德早就知道丹尼尔是真凶 那天他去拜访主治医生的时候 医生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阿曼患有性功能障碍 他根本不可能是杀害理查德女儿的凶手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理查德才知道 丹尼尔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所以他干脆将计就计 将丹尼尔放出来之后 亲手为女儿报仇 说完之后 理查德便将他推进了提前挖好的山坑当中 第二天 新闻中报道了丹尼尔失踪的消息 不过人们并没有多想 只是认为他想远离媒体 去过平静的生活 妻子和上司看到新闻后 瞬间恍然大悟 怪不得理查德坚持要上诉 怪不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让妻子参与 为的就是独自揽下所有罪名 影片的最后 妻子跟理查德和解 上司也愿意替他隐瞒罪行 在正义与法律之间 所有人都选择了前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复合调查 根据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 如梗塞猴改变 影片前一个小时的剧情 跟普通犯罪片没有什么区别 直到最后20分钟 接连的反转让观众们目不暇进 很多人都说 影片中出现了太多bug 但我却认为 这是主人公们对自己命运的赌注 首先是丹尼尔委托律师送信的桥段 如果律师看了这封信 那么丹尼尔怂恿卡利耶 去做伪证的计划 不就落空了吗 其实丹尼尔也不敢确定 律师会不会看这封信 所以他在交出信件的时候 做了很多细节处理 比如信封是没有封口的 这给人的感觉就是 信中没有秘密 再比如 律师接过信封之后 确实想看看里边的内容 而丹尼尔却说了一句 你想看的话请便 这种欲情故纵 反而让律师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他最终没有看这封信 第二个赌注来自理查德 阿曼患有性功能障碍 如果他在法庭上 将自己的症状说出来 那么对他的指控就是无效的 理查德在法庭上全程紧张 就是害怕出现这一幕 不过最终他赌赢了 阿曼因为羞耻 没有在公开场合 说出自己的病情 所以理查德的计划才能成功 第三个赌注 如果丹尼尔出狱后 直接离开这座城市 那理查德之前做的所有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这看似是一场豪赌 但在理查德心里 却是十拿九万的 他是一名警察 他太了解这些杀人犯的心理活动了 绝大多数凶手 会在杀人后重返现场 享受胜利所带来的快感 而丹尼尔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找上理查德的目的并不是告别 而是想要参观女孩的房间 他的病态心理 最终也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复合调查是一部比较小众的悬疑电影 剧情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分钟 但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 却非常值得思考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人们对打击犯罪的一种态度 当面对犯罪的时候 一定要严肃处理 只有从严从紧 才能让那些不法分子 闻风丧胆 打消犯罪念头 其次是对家长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危险 而孩子又缺乏对危险的认知 所以家长一定要培养孩子们的危险意识 千万不要像影片中的男主那样 悲剧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长按点赞 帮指哥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